他人必先战胜自己 EDG的对名就是鞭策我们的动力 其实在上一轮BO3的时候啊 场长已经是披挂上阵了 因为在上一轮当中 当时EDG在开打前面临着一个四连败 已经是来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是 场长在这个时刻顶住压力上场 本身对于场长本身来讲是一个挺大的考验 对上老三爹的第二局 其实他的造性是打下MVP嘛 发挥非常出色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BO3还是失利了 是 所以我相信对于现在场上的五名队员 包括所有的EDG粉丝来讲 现在这个时刻 其实是我觉得建队以来 在常规赛这个比赛里最艰难的一个时刻了 应该算是真的建队以来 这几年内最大的一个考验了 就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说我们认为很多队伍可能状态会有起伏 但是现在EDG这五场打 我给你的感觉就是 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赢了 这对于一个队伍来讲是很可怕的 而反观现在Top 你感觉他们怎么都能赢 他们选自己擅长的这种 亚索吸血鬼也能赢 他们选快捷斗也能赢 守华名单没有什么大区别 是 今天上场的打野 依旧是Club在其他的位置 对于Top来说的首发 是跟上一战打打V的时候 是一样的一个五轮的一个首发 其实最近聊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数据 这些数据大家都可以明显的去阅读 但我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些 可能比较细微的一个数据 首先EDG在这一个赛季来说 他这两周的一个赛事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在前15分钟 可以拿到一个小幅的领先 但是他到了20分钟到25分钟的那段时间 他的经济差会瞬间的往下掉 到了30分钟 他的经济平均落差要到负5000块钱 对 这个落差已经是LPO倒数第二名只赢过V局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对 我觉得除了你说的这个数据面上的表现 我们从整个比赛的表现上来阅读 其实就说明了两个大问题 第一是中期决策差 现在的EDG中期决策经常会出现巨大的失误 给对方机会 第二就是选手状态的起伏不定 因为每一次EDG的关键比赛 关键时刻经常会有人出失误 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没什么可避讳的 大家在看比赛应该能发现 不是说有人出现失误的走位被秒掉 导致行程少打多 或者说有开团上的失误 我觉得这个是EDG现在急于解决的问题 因为在这个联赛当中 你打好自己都不一定能够取胜 更别说你还经常出现失误了 对吧 可以看到在关键的开团会上面的辅助的一个位置 MACO的场均成功开团的这个数据 大家如果有印象在整个春季赛 每一周最佳的选手 如果就算不是MACO 但我们在提到这个关键的辅助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MACO往往是前三 但是现在这个数据已经掉到了0.75 是KATE的将近一半的一个数据了 以及他本身就是整个刚管哲元这边说到就是说 他很多的个别选手在重要的几波团里面有重要的失误出现 让EDG的中期会出现一波被对方团灭 或者是击杀三到四人 一波把雪球滚到一个EDG没有办法阻止的一个程度 对 而且今天的话还有一个数据我是比较在意的 就是Top在拿大龙的这个几率上已经来到了连赛第三 百分之七十对就是十场里有七场第一条大龙都是他们拿的 而且最耐人寻味的一个点是EDG在我刚认识 我在MS做解说的时候我刚认识EDG的时候 当时EDG是一个前期打得不温不火的一个队伍 但他们最拿手的是对于大龙的一个掌控 就是那会儿大家有印象 他们经常打着打着突然大龙一波设计 利用大龙的视野把你给逼过来把你团灭拿大龙 那会儿是EDG最知名的一个打法 今天我觉得现在可能中期出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 队上的是二十分钟左右 对大龙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在争夺上都非常出色的Top 所以今天这个中期的比赛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 管哥我想让你猜一猜 你知道EDG现在的大龙一绝就是第一条大龙的获取率已经降到多少 我觉得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吧 百分之十五点四 只有我猜高了一半是吧 是 所以这就是已经显现出了EDG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是不会打前期 队线期的确个别的选手有数据的下降 包含了iBoy 包含了Scott 他们的队线数据是下降 但是在联赛都还是一个中上游 这不应该是一个五连败的结果 真正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中期的时间点 EDG能不能做出正确的进攻或者是正确的防守的决策 而且我觉得说了这么多游戏内的内容 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不容忽视的 就是在最近的赛前BP的环节 其实EDG也会吃一些亏 在很多时候他们的阵容并不能让我们感觉到 他们占据了自己优先选边的这个优势 是的 在赛前我们分析了比较多的数据 当然更重要的是场上选手的一个发挥 所以在赛前我们一听听场上的选手有什么话 向前来说 打EDG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还是自己失误犯少一点吧 就特别是自己队线上面队的那个思考 最高就是在上一轮比赛 就是因为我自己失误给对面找到机会 就是在线上单杀了嘛 然后我觉得就这个失误今天少分 这是来自于玉米的一个发言 对 上一次对阵是6月29号 当时EDG是以2比0很轻松利落的几败角套 是一个轻取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但是说来也巧 其实正是那场打完 Top开始 经常能够取得比赛胜利了 而且对于玉米这个选手 我觉得多说两句吧 所有关注LPL的选手 对玉米肯定都不陌生 作为2014年世界亚军的获得者 玉米作为一名老将 其实在赛场上征战的时间非常的长 但是你突然发现这个赛季的玉米 竟然除了比起之前有英雄池的提升之外 他的状态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保持甚至提升 他的打法做了改变 他以前可能是刚上 他之前在Top上场的时候 他往往是作为前期的进攻点 这寡妇是什么意思 这寡妇 这寡妇是什么意思 致敬一下 完全都不放给场长 我感觉这个寡妇就是偏致敬一下 因为这个英雄讲道理 你说场长你放给他他敢拿吗 他不太会拿的在这个版本里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也把不定的因子给按掉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蓝色方 首先在班人上没有那么的吃紧 导致这局他想让对方放一些版本强势英雄 所以你看颜鹊放出来了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情况 熊熊又直接拿到了一个自己在本赛季发挥非常出色的颜鹊 他反手EDG选出来了一个双和 直接是把瑞兹跟寒冰拿下来 这个双和也就正式向我们表明了一个思路 就是这两个英雄都是中期很能发力的英雄 他们想要把自己最薄弱的中期 通过自己最近的一段训练和状态的改变给找回来 而且EDG最近的一个打法其实非常的多变 他三条线都有尝试作为一个主要的C点 包含了最近我记得瑞也是拿了两把的杰斯 但这一把时间选双和EDG可能还是在这个紧要关头 回到了就是对于双七的一个信任 对 尤其是在带动节奏方面 其实瑞兹跟艾西都是拥有非常出色的主动打架的能力的 无论是瑞兹开车还是艾西放大招 所以你从侧面也能发现 EDG现在需要让自己的C位来去主动带动节奏 而Top这边是直接看到你这两个人之后 拿了一手中单的八条 再拿了一手上单的船长 船长在这个阵容里比较优秀的一点 是不太怕对面的双C 因为橘子可以解掉两个人比较烦人的控制 是 而且这有一个点 就是说他现在逼EDG 如果你要对我的船长进行压制 你要在第三楼去选上单 但只要你敢一选上单 场长的打野可能就会更多的受到封锁 EDG最后是想了一想 我也不因应你的上单了 我选择把双人组这边 Meko的牛头给保下来 因为这一局的塔姆是已经在 Top的一个Benway里面了 两边的一个错位选人的一个情况是比较严重 那接下来可能针对 单独位置线上的英雄的一个封锁会很多 EDG是把牛头所惧怕的这个保护型辅助 莫甘娜给变掉 对 我是认为对于Top最近的一个表现来讲 EDG要不要考虑在第五手搬一个派克 因为猫的这个CAT的这个派克 最近的发挥真的很出色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但他现在下路来说 因为没有选英雄 现在应该还没有下路 除非严阙走在法盒的一个位置 所以现在单独变一个派克 对于EDG来说 他可能觉得这个投资 比较没有那么的投资到点 所以他选择把辅助位上面的英雄给暗光 还是搬了肾 这样就派克放出来了嘛 那反手Top这边先搬一手蝎子蛋杆 你觉得打场场可能第一手要搬朱妹啊 有没有可能 因为搬了巨模 我刚想说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阵容不是很怕巨模 因为现在三手选出来 都是没有前排的思路了嘛 可能巨模的作用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因为场场在上一轮BO3上场 第一场又用了巨模 而且依据这边的三手跟朱妹的一个 配合相性没有那么的大而巨模 相对于朱妹的前期 六级前的一个做事能力 还是会比朱妹来得比较一些 平衡一些吧 相对来讲巨模 最后的话 在上单位置 EDG这边是直接帮瑞拿了一个科加斯 这也是最近在赛场上 上场率非常高的一个上单英雄 那科加斯最大的优点就在于 他在成长起来之后 能够形成一个 这个游戏最牢固的前排英雄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 这个英雄有点吃发育 前期不能被针对吧 其实跟蒙多有点像 我感觉EZ派克了呀 我真的觉得可能EZ派克了 这个下路 就是中期让球球玩 然后派克去游 想拿布隆吗 但拿布隆的话 这个EZ拿的是不是有点软 这样对线的话 下路的对线是有卢西安 跟布隆的一个组合的 包括其实如果让球球拿维鲁斯 这个对线的强度也高一点 但最终的话 还是拿了一手布隆去防一下艾希 而且最后场长 又是亮出了自己的MVP英雄赵信 在上一轮面的老干爹的第二场 大杀四方 因为现在的打野位来说 前期能有主比较强的一个进攻性的 应该只剩下这个赵信了 但是这把有点意思啊 我们想一下赵信打颜鹊 这个野区的对决将非常的好看 这个野区说 如果纯英雄啊 我们把ID给遮掉的话 颜鹊要占上风的很多 但是有一个点 就是这把颜鹊在线上的队友 没有ED这边好配合 他配合度来说是不高 就是赵信你看 中上下三路都有兄弟给他配合 是的 但颜鹊这个位置就是 我哪条线我沿途不中 这局基本就抓不到人了 颜鹊可能更多的会 希望自己是在河道跟野区 去做1对1 或1对2的一个对拼 或者2对2吧 是 因为这局如果真的top前期 他的上中两个发育型的英雄 已经让他的上地图的上半部 定调为一个发育型的上半部地图 所以这把其实熊熊在上半部的地图 主要是掩护墨鱼跟玉米的一个发育 他下半部是能尝试去做事 因为对方的下路组合 其实是有被抓的可能性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寒冰配上牛头 对 而场掌这边是三条路线 他都能去做一个先手 我觉得EDG这一把上来是 拿了 他在红色方 他没有针对top蓝色方的英雄 做太多的counter的一个想法 他拿的是自己想要的一个打团型的阵容 跟中期的瑞兹开车 还有寒冰大招的一个节奏阵容 然后前期的事情全部交给场长 交给诺言 去在前期为EDG 垫定一个前15分钟的一个节奏 对的 而且这个阵容对于EDG来讲 就像他们一上来把烧C拿完 咱们就说了嘛 这个阵容主要EDG的中期游戏是很强的 他们在中期拥有非常多的主动开团点 而且这几个英雄来到中期的作战能力都非常的强 所以这把来看一下在中期的时候 谁能够把比赛的优势拿下来 就是可能直接决定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向 而数据上面来说 用这把也可以很好的去诠释 EDG最近在数据这两周的一个数据表现是 前15分钟经济领先 他们的胜率是有的 但是前15分钟如果经济是落后的话 EDG目前这两周是零的胜率 就是他们没有在15分钟落后下打过 任何一局单场的一个翻盘游戏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们说的 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下 经常会因为召集而出现更加失误的决策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说 最近看不到EDG翻盘了 但是这场比赛我相信他们是有能力 通过这个阵容来在前进建造一些优势的 那当然对于Top来讲 这个阵容我们说了上中两条的发育线 怎么去稳住这个局势 咱们进入峡谷 李永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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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支队伍一开始在河道处做一下对峙 Neko现在是站在了Top的一个眼位上 如果再往前走一步 可能就要被Kate这边 Kate是选择不等了 直接出技能 对 这个位置就是大家往他身上砸个技能 然后EZ偷一下试试 反正没偷到东西也无所谓了 其实也就是跟Meko说你这边别进来了 这边进来 我这边的人也去做好防守的一个站位了 别想设计 投资了四个人防守自己的下半区 但这一局哦 我刚刚在进这个我们在看进场动画的时候 墨鱼的船长如果这把发育好的话 EDG的团战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我觉得重点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这把的重点其实如果是中期EDG打不出来 比如说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 两边还是一个军事 甚至说EDG的优势只有几千 一到两千块 那这局EDG就很难打了 但是如果EDG能够通过自己在前期这种 我们说三线好配照信嘛 打出优势那是另当别论 因为虽然船长这局起来 你看右边是没有人能限制他的打团 但是你毕竟还是需要一个发育的时间嘛 是 二级找到了 但沿途是往远突的 这个位置熊熊也不敢说吧 厂长往自己脸上突 对 因为他也是二级 他突完以后他本身没有傻十剩 会被厂长直接一技能骑在身上 有红buff也黏着 诶 熊熊这波打的我觉得是聪明 他就是消耗厂长的一个状态 打掉了最后一层的一个附用型药水 对 让你喝平血 这个位置厂长还是回身去动这个河蟹了 那河蟹应该是能够成功收掉三连筒 漂亮 上来的话 对 墨鱼这个对线的小细节还是很出色的 厂长再过来 二级的赵信 在野区威吓对面的炎雀打蓝 拼惩戒了 但厂长这边打出风起挑起来 伤害应该是不太够的 差两下 对 最后一下厂长不堵闪现平A 因为闪现平A 如果被熊熊的闪现躲掉的话 厂长会被打给A死 对 这个位置你堵闪现平A 就太拼了一点 第一局的一个表现结果 在官网上的这个支持率 Top是领先了ED局 对 确实也是因为最近EDG的一个状态啊 不是特别的好 导致各位观众可能还是更多的人 喜欢去猜Top赢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Top的这个奖励倍数也相对高一点吧 去拿一个好点的奖励 多赢点周边跟皮肤啥的 赢蛇必多 两个河蟹前期都被厂长控到了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一个赵新的标准的进攻性的天赋 打炎却带了无效化法球 但是依然是水上行走加迅捷 两边的经验现在应该是差不太多 但厂长应该吃几个小的就可以上三 一个吧 他因为两个河蟹加一个buff 他现在的经验构成是这样的 虽然颜确刚刚是多了 多拿到蓝buff 因为自己家的蓝buff 刚刚是惩戒手下来了 但因为河道迅捷现在的一个前期经验这么多 所以厂长即使一直放着自家的野怪不刷 厂长现在其实自家的野怪只刷了一组的红buff 对我觉得就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聊一下 就是厂长这个思路是很明确的 因为自己的上中下三线的领先前期 三线的推线 导致自己如果去反到野 那自己野区是更安全的 就是对面的颜确是不可能进来反自己野的 那你多反一组 颜确就少发育一组 是 厂长这个打法我觉得很像在路人局里面的 打野只对位思考打野的一个打法 当然也是因为管哥刚刚说到 就线权上面其实各条线上面来说 都没有哪一方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支援优势 所以他也不怕Top可以 Top有机会直接派人过来夹击他自己 对而且颜确最怕的就是 在没有视野支持的情况下入侵 颜确这个英雄是很怕被赵信啊 蟒森这种英雄近身的 他如果野区的一对一 我们说强势建立在他有先手 他有视野的优势 通过颜突把你先突回去 或者说往前突 他在追着你打这是有优势的 但如果他贸然的去入侵 被厂长掀一套一套脸上就很难处理了 所以这样的打下去 整个地图上的局势是 两边的打野最伤 两边打野的一个进度 都会比常规的两边互刷来的慢 但是线上的英雄都非常的开心 就是两边都是和平在发育的 你看现在各个线上的一个血线啊 蓝耗来说都还算是比较维持持平的 对但这样说下来 其实我认为就是在线上来讲 Top要舒服一些 因为Top这个阵容我们说了嘛 本身他第一次发育 第二是他不太好配合打野 你既然两边打野都在野区 玩资源控制 那我们Top要就是Top在线上的思路 就是做好发育就可以了 对但这样厂长的思路 其实也没有问题的点在于说 六级前颜鹊做事能力是有 虽然他前面配合线上的队友的技能不多 但他本身颜鹊前期的一个高伤 他技能主设计的一个高伤 他是有靠他可以打残你的队员 甚至打散线 让Top某一条线拿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动 对 厂长的这样的入侵 也让颜鹊前面做不到事 如果以两个英雄的性质来说 我觉得这厂长做的也没有问题 就两边前面都是按着自己在希望的思路走 厂长这位置有点危险 发跳在边上 戳上去了 瑞兹开车想过来支援 熊熊这位置是个死角 放掉大招 直接拉回了开车过来的瑞兹 熊熊这位置 舍不得自己的闪现 还想看过去能不能支援玉米 老牛过来了 这位置闪现过来 打了Scout的一个闪现 中野的闪现兑换的 厂长立刻闪现过来 被炎兔突突回去 船长给出大招 保护一下自己的炎圈 熊熊这边血量比较低 玉米过来玉米是没有蓝的 闪现猫猫挡挡Q 好感人啊 哇 这一波两边 看前面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刚刚是在这波团之前想说 宁静这边在等的是 他的双膝上溜 哎 这波回家 没有视野 没有视野 Meko身上也没有眼了 没有眼了 他要让他先放眼 这波抓得很深 Meko可能没有认为 那个地方 他是在那个地方回家 他应该是以为 在前面那个草丛回家 但这组 刚重生的第二个红buff 可以反应一下 因为这波打得很凶 主要是一开始熊熊那个位置 被厂长直接逼到龙坑里面 让熊熊的闪现 其实是交得比较 没办法 因为他那波不交 要被多多直接 骑着发条来打一波 但是玉米这个闪现 闪现帮忙挡Q 确实也很感动啊 是的 如果没有这个闪现帮忙挡Q 可能死了 一血应该是爆发了 对啊 POP的 最近的一个小联动 他的小配合 其实是很漂亮的 这波 Scot也是不想多次伤害 交出一个闪现 场场见机不可施 闪现上来打一波 连船长远处的一个加龙弹幕 都过来做支援 这个Q竟然打到是必死了 你看这个位置 被闪现挡住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伤害 其实多一个平A都杀了 但是真的玉米 这一下很机敏 但接下来到 寒冰有6的时间点 而且发条现在是交过了闪现 虽然进化还在 我觉得EDG接下来拿一血的概率 还是略高于套路 就这波换掉中野闪现的EDG 肯定是赚的 这个没得说 因为EDG的下路组合 很喜欢你没闪现 无论是牛头还是艾西 其实都是希望你能没闪现的 Mako可能会蠢蠢欲动了 他现在下路线 对方的这个组合 也不能给到寒冰特别大的压力 他会找到机会 就游到中路来 就是因为这把我们说 球猫这个组合 Kat这边没有拿派克这样的英雄 所以其实这个大招是清线加耗血了 其实EDG这个中野没闪现 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毕竟对方的下路组合 不是那种支援很猛的 你可以看到Kat现在也是起风密集 换了一个TP 就如果说牛头真的比他先跑 他还有4.5秒后到留人的一个可能性 对 这波找到一个球球 但有奥数跃迁 已经是极限距离一到墙后 没有办法再压低血量 你可以看到Top刚刚的双人组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在他推完线以后 他不选择强送兵线进去 因为Top三条线他还是求一个发育 求一个中期的一个发力点 他刚刚是帮忙到河道处清一下视野 因为如果EDG把整个下半部地图河道的视野给展开的话 那八条在中路的压力是无限大 对 但是这波MACO是通过自己的一个小兵去制器强推炮车送线进去 对于MACO来讲 自己有五速鞋的情况下是可以帮助厂长做点事情的 厂长现在好像是在动龙了已经 已经在动这个水龙了 因为下路的一个强推线以及中路的一个推线 那水龙应该是可以成功被收到 这条水龙应该没有太多的争夺的机会了 因为熊熊现在是已经在上地市脚看到回到家里面 哎呦下一条是风龙 这两条龙的属性啊对于DG来讲不是很舒服 因为中下这两个C本身利用小龙打团是一把好手 可是这两条龙也就意味着 套部不太可能再有劣势的情况下跟你再去争了 就是阵容有劣势的情况下 如果两条水我觉得EDG可能还会觉得开心一点 因为第一这条水龙对于对线其压长的两方阵容来说 实际对EDG有一个隐含的优势 当然两条水龙在中后期的打团 不管是你前排的大同志或是面对一个ED的poke 这个水龙都可以起到一个不错的作用 但第二条是一条风龙 风龙对两边的阵容来说我觉得都不算特别特别的重要 尤其一条的这种龙属性影响力都很小 想动发条了 刚才也说了发条没闪 但是这个位置看到眼消失应该懂了 看到懂懂了 我觉得Scout本身的思路是什么 是想开大把牛送过去的 对吧 你想这个位置 牛已经有大招 其实可以扛 是想开大把牛送到防御塔左右 哎呀车 还好捕到了 但是正好踩在眼上 那现在的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两支队伍现在一定就是靠着线上的一些小捕刀的 还有野区的一些压制造成了一点点的经济差距 但这个经济差距对于Top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 对 就是还是没有出现太过明显的优劣式的情况下 Top都是比较舒服的 两边现在因为龙也打完了 那整体EDG现在有一个变咒的机会是双人组往上半步去换 但是这样换的话他们推一血塔的速率 现在船长的血还比较健康 因为换战区的好处是有这个峡谷先锋可以来拿 因为EDG这个阵容 他中期想要在Top发力之前打出节奏 还是要想办法把八条的这个中路外塔给拆掉 所以你看这把锐的一个出装思路 他也明白自己在上半区一定要抢到推险优势 你看他这个装备 这是一个科加斯非常非常少见的装备 我们基本不可能看到大虫子第一件出这个 因为即使他是对AD 很多大虫子是出正义荣耀的 他不会出这件装备 但是这一局哦 EDG的团要打得比较聪明 这局他不能满 因为左边的阵容的反手能力是S中的S 对啊是啊 这个发条布隆加船长 还有一个延阙 就如果你出正义荣耀 你船长大虫子能找到机会 看正义荣耀去贴到Top队员的机会 说不定都反而是Top的机会 对 所以他第一件出火甲 就说我这个毕竟我是拿 这个火甲的被动在推陷的 我不需要好蓝耗 可以跟船长做更多的线上的一个撑线 而且这把锐对线对的蛮好的 你看他补到领先了20多个 这个真的已经对的挺不错的了 因为其实你说虫子限制船长发育 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 第二个第三个红buff的时间点过来 但是这一波EDG不太好打 因为球球手里已经有了一个冰拳 冰拳在这种小规模的野区争斗当中 是很占优势的在拉扯上 而且Top打得很小心 EDG一直是想抓这种先蹲 然后直接打捡员的可能性 但Top刚刚过来包含了熊熊隔着 齿甲长的一个墙去插一个控制所谓 还有发条玉米也是很小心的在往这边靠 不给EDG抓一个单点突破的机会 这红被拉完耐心值回血了 这有点失误啊 这样下路感觉又要去动这个红了 Skot也过来 这个红感觉Top只能选择放了 这个位置把i-boy刮残 但红还是不能争 因为这个时间段EDG的四人小团体 作战力很强 大招拉牛头开起大招 沿途墙上就要闪现 船长大招封了后路 牛头在前上控住了布龙 回着Skot打一套 牛头吃住了所有伤害 开了一个秒表 两个的TP纷纷落下 一键并重的是正面 这个位置场长戳上去 有一个秒表 虚弱套给场长 从此过来 这波Top打得太着急了 这个时间段Top的阵容 就算是你有个先手也很难打 是 主要这波Mako有大招 而且有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秒表 Top应该是一血杀了Mako 然后可以拉掉 但是因为这个完美时机 让两边最后决定成为一个 上单都被叫过来的一个5v5 但5v5那个位置落下来 场长的一个惊艳 他知道布龙那个位置 已经是一个死局了 我是觉得这波 按着Top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应该忍的 对不对 这波是应该忍的 因为这波你不忍 你也打不过呀 你只能忍啊 这个时间段 我的Top一开始是 他这波接的原因 是因为隔墙的消耗 把iBoy打到稍微状态不好了 iBoy现在是半血再往后退 八条拉过来这个位置 但场长有伞躲过沿途 因为这波场长长如果中了沿途 那Top是直接赢掉这波的团战 对 但后面Kate有点小失误 Kate这个位置 他再回去正面 不是Kate 熊熊这波位置是被逼死了 熊熊这个位置被逼死 所以最后 秒表用了以后还是死了 对 就这个位置只能有一种可能还能打赢 就是 发条主动去挡这个剑 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就这波想打赢 唯一的解是 发条过去挡这剑 用净化解掉 否则在这种情况下 谁中剑谁死啊 就Kate刚刚其实我认为 应该是可以尝试接那个剑 因为他身上是有秒表 就他也跟熊熊一样有秒表 对对对 他还有一个小位移 但他拉掉了 但是后排没有拉掉 就布隆或者发条去接这一剑 当然发条接是代价最小的 因为发条交一个进化就结束了嘛 否则这个伤害跟 集火的能力上来讲 EDG是领先太多了 刚才这种情况 而且后续TP下来的位置来说 EDG是占大优势 因为大同志那个位置 能做到的事情 比船长多太多 船长这时候 从一个绕后卫进来 他的桶子即使炸到了EDG的后排 影响力都还不够高 他是一个三项都还没有成型的船长 对他差三百多块钱的合成费 现在也比较尴尬 所以EDG是靠着一波红蛆的入侵 最终是拿到了熊熊的一血 这波想开车 但是这位置同志是有闪现的 看一下柯加斯直接交闪 不拖泥淡水 对因为自己没有AP的抗性 这个炎确打自己还是很疼的 所以瑞这波也不多说了 这长线 如果他被突回来再交闪 那船长是可以选择一直追及他 盖大招了呀 就突回来如果再交闪 船长就大招了 直播打了下来 EDG算是前期 终于是打出了第一个进攻点 对 只是这条蜂龙确实刷新的属性来讲 对EDG不是很有利吧 虽然他们可以成功拿到 但是这条蜂龙他们不会来争 而且如果让TOP换掉这个狭狗先锋 就有点亏了 但有视野看到 有视野对 EDG应该不会轻松的放掉这个狭狗先锋 不敢打了 不敢打了 TOP看到大虫子消失在线上 已经知道EDG是知道自己在打这个狭狗先锋的 厂长是顺利的把蜂龙给控掉 又是水龙 又是水龙 现在各个线上的塔的血量好像都还挺健康的 这把的一血塔可能爆发的时间 这波EDG想要押下路 一剑 哎呀这个位置球球一晚了 但是二连被闪现躲开了 所以这波先手最终没能打成 还好是拥有一个闪现啊 把牛头的一个致命二连躲开了 刚刚Meko因为也没闪 如果刚刚有闪现二连 那有机会把这个控制链给接满 想再来后面有熊熊 下路先开的是球球 球球没技能 穿上当场照下来之后 布罗的盾已经很容易在保护自己 还是被收掉了 塔加开一个秒表 来自KAT 这位是KAT跳兵上去 应该是能够完成对球球的月塔击杀 是第一波兵是被船长的大招给清空了 但第二波兵不好清了 熊熊现在的位置要非常小心 场长是随时可能会冲上去的 这时候又拿布隆的盾牌 去保一下溢血塔的一个血量 TOP这波是减圆了一个ADC 球球身上是没有TP的 所以现在也没办法踢回来守 看一下EDG会不会持续对下路是一样 诶 但锐这边好像要单拿衣血塔了 船长这波回来是没有TP的 诶 上路是发生 他单线打得很好这局 锐单线打得真的很好 这局他可以单吃掉防御塔的 应该是墨鱼的蓝号不足以支撑了 所以最终他必须要回家 而且现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TP 多了60秒的一个影响 对 这样哥平时感觉好了 那这个大虫子也成为了一个爸爸 这一波确实锐打得好 这局 EDG最希望发生的事情是我中期有一个非常非常肉 非常非常肥的一个大虫子 对啊 而且这局真的是完美完成了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选一个可能打船长没那么好打的英雄 但是我对线打出巨大优势了 这个巨大优势是在于我的补刀跟我的推塔 对 都是很领先的 这补刀上面的经济 其实是可以靠船长的被动去弥补的 但这一斜塔额外的300块 加上塔本身加起来是600块钱 现在上单已经拉开了1300的一个经济差 这个经济差 我觉得对于TOP来说是比较不希望看到的 对 因为这一把其实两边的打野 我没有记错 都没有任何人去上路进行gank 没有 没有 所有人都是正常对线前期 那这样因为虫子推掉塔了 上路兵线又被送过去了 EDG可以很舒服的来动这个峡谷前锋 这一切都是因为单线的柯加斯 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对线答卷 这个峡谷前锋还是非常强壮的一个壮年期的一个峡谷前锋 而且这个峡谷前锋最关键一点是把节奏续上了 EDG本身下落月堂 这一件重有进化还是被连起来 敲铃铛破败减速到 Mako这边在卡有一个秒表 那反手的话这个闪现 Mako是防止被炎却关住门 再过来想打厂长一个大招 布隆在场中间开一个大招 把野斧抬了起来 眼头突过来发强大招 拉直接把厂长秒掉了 最后是配合上船长的一个枪火谈判 是 厂长这边进来其实是想要救一下Mako的 他主要是靠着自己一个星月守卫 对 来挡一下远方的一个石川 把Mako给击杀 这样被反推掉E塔就很危险了 小赵直接被打残 中路的E塔应该是要被拿掉了 那小谷先锋打完的这波节奏 并没有能够立刻转换为自己的推进 反而被队拿掉了E塔 是 那这样对EDG来讲是蛮伤的 不过锐再一次在下路 完成了对一座防御塔的攻坚 而且他现在应该是在跟队友沟通 对方的一个支援技能有多少 他是不是能把这个下路塔也这里带掉 他还带了个牛 浮温静武剑二连 护盾举得不错 挡住了大量的伤害 眼圈从侧面上来完成一换一 应该是一个一换二 开着最后的血连也不好 再突回来二换二 船长落地 之后桶子粘住再往前放一个桶 瑞在打出一副超复合之后 船长没有再追 是 下路组合换下路组合 但是 但是瑞很开心啊 哇 这段时间的一个战斗 因为瑞确实这一波没有BLT 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TP点 对 而且他T还没事情做 但是说回来 我觉得这一波换人头 是Top赚 后续换人头 给到墨鱼人头 那这是Top赚到的 对 船长这两个头 其实挺伤的 对EDG来说 这把两边其实都有打了相当好的地方 Top刚刚在对方中路外塔 发动一波攻势以后 抓掉了玉米 发条倒 发条差一点要死 然后后面 反手的去做一个夹击的那一波 做得非常的漂亮 发条没有死 刚刚的进化是救了自己一命 主要是身上还有一块表 确实这块秒表 也帮助他拖了蛮长的时间吧 而且他的大招扣得很冷静 后面配合了队友 是把场长给留住了 场长刚刚那个时间点好像是有闪现的 但是已经吃到了伤害最终是退不出去 对 他被沿途突回来了 那闪不闪的其实感觉也很难跑了 来看一下刚才这波中路的回放啊 这是后面那波二换二 这波布隆盾举得很好 这波布隆盾其实让球球多活了大概一两秒 然后让熊熊能够赶回来 而且布隆临死以前又是一个虚弱套给了小招 没有给小招操作的空间了 因为小招被套的虚弱 他的普攻平时多点 又一剑 中箭了 球球 但是有盾 盾举起来看一下正面 Meko也是开启大招 但是狭口先锋已经先把外塔给撞掉了 这波EDG是成功的把外塔给拔掉 这个时候换掉外塔之后 EDG是已经领先了两座防御塔的经济 只不过现在在关键人物的发育上 其实套布这边没有落后 没有落后 他DG两件套 真的没有落后很多 EC落后300块 发条落后的最多900块 但是发条这个英雄也不是现在要发力的 套布这边甚至利用对方推完之后 回家的共挡来动水龙 但是虫就在边上 大家看见这个大虫子TOP选择先撤 布龙顶在最前面 布龙这个为这边虫子养的有点痛 冰犬赶紧黏一下之后选择先撤 这条水龙TOP是不想轻易放 现在EZ已经有正面的一个poke能力 摩切跟冰犬在手 EDG要打的话 也要吃着TOP的一些消耗 而且船长有两件套 这波对于TOP来讲 是一个想要尝试接团的时间段 最大的 对EDG刚刚进攻的最大问题 就是被船长拿到两颗头 刚刚我们前面看的时候是 墨鱼落后1300块以上 但现在的经济差已经是跟大虫子的经济差 已经达到1000块以内了 对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 船长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因为他带线的收益比虫子大 哎呦 这个身形巨大 但走位却灵巧 开车过来抓墨鱼 这个位置队友低线能不能支援墨鱼 先脚下放大Paul Scott的 女腰面纱回身交闪 近对方的防御塔 这位置要反向逃走 墨鱼 这个位置 是 是 应该是被黏住了 是 什么意思 他想换 他没有办法 这个 我觉得要不然 反向跑 就没必要交这个闪了 要不然就往回闪 找炎鱼啊 这一波 对吧 从河道切过来的时候 EDG的速度也不比 开了强慢的炎鱼慢 对 就那一瞬间 他反向闪的 错觉让我觉得他是蓝色 三长我觉得他是红色房 你知道吗 就他会往那个红色房塔 底下闪 这样水龙没了 来自Scout的一波 灵性的开车 带场长过去抓掉了船长 这波EDG抓下抓的是 让Top有点难受 因为Top刚刚的想法 是我中路的四个人 拖住EDG的四个人集团 去打水龙 我下路给船长 再带掉你一座鞭塔 船长的发育 就跟大虫子平起平坐了 想的有点简单吧 就这样的思路 没有想到取近撤跃 因为咱们说了 中期瑞兹跟艾希是很强的 这两个人 他在带动节奏方面 这两个都是能够自己去 带着队友找节奏的C位 而不是有一些像发条这样 他必须要跟着队友 才能做事情的C位 因为中路你可以感觉到 当EZ跟布隆摆到中路的时候 iBoy的一个兵舰 也没办法取得那么大的 一个先手效果 没错 没错 所以Top的中间是可以稳住 但现在分带这条线上面 被瑞兹抓得有点难受 但经济还是咬得很死 而且确实关键人上的装备 Top这边丝毫不落后 现在发条两件套了 这时候船长还不够肥 因为如果刚刚是一个 四件套的船长 那他可以甚至处理得了 这个瑞兹加上 造性的一个一打二 对 就如果是四件套那个时间段 我相信 也不太可能再开车去抓他了 几波团打下来 现在关键C位的一个闪现都赚好了 像Top对于Top的视角来说 他经济的一个落后 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1400块钱是两座边塔的一个落后 下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产物 他的补刀C位上面的落后 没有跟EDG拉开差距 所以EDG接下来的问题就回到了 对于下一步的一个 因为他的大虫子的性质 也不能在分带线上面 给到特别大的一个压力 就是大龙局他能不能处理好 做出一个好的布局 接下来是比较考验瑞的 我是认为EDG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瑞要很好的平衡自己 到底是去担带给压力 还是来正面 因为这个时间段 虫子的发育已经算比较优秀的 他在正面给的压力还是很足的 尤其是如果队友能够有效命中先手 他过去接地刺接沉没这一套 对方是走不掉的 但是呢 因为你对线的又是个船长 所以还是要平衡一下这个正面 还是打线之间的时间 不过EDG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聪明的分线方式 就是让同样有TP的瑞兹去跟这个船长做单带 然后让虫子尽可能的 保持着没什么压力的在正面 你看这个时候虫子在正面 就感觉EDG的底气 跟主动开端的能力强了很多 采取两个 这位置也 虫子开正一轮要上了 虫子在正面底气很足 一座者直接一走 留下了布隆 侧面撒时针时留住了对面的野斧 不让野斧过来一线并重了 正面布隆换了自己的水银世带 应该直接解开了 这波团要打起来了 布隆一个大招 这波EDG追的稍微有点深 只能选择回撤了 一座者大招放完以后 对方的血量很低 颜族开车过去回身想留 颜族没有突到大虫子 一座者原地异了一下 被三浪阻隔了 虫子闪现过来想要打 直接一口吃掉布隆 侧面船长始终找不到蛮好的 找不到蛮好的进场位置 只能是在二塔前面等着 这波TOP的一个撤退 已经看出来 他们拉打型的一个技能的 释放度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但问题是他们回头想包的时候 那个颜族没有突到大虫子 又被瑞找到了一个机会 对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你虫子在正面 那EDG的正面能力就非常强 只要这虫子点在最前面 现在现在的TOM拿着虫子 是没办法的 是 但这一波啊 拿瑞的闪现去换布隆的一颗人头 我个人认为EDG不赚 这一波其实赚到的只有 这段时间EDG他的 进攻的气势打出来的 这个点而已 就以场上的局势 抓到一个布隆的辅助的人头 TOM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他在等的事情 就只在等上路这个海贼王 他在打钱 对 他等海贼王跟发条吧 这两个英雄打打钱 因为瑞这样的选择装备 他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是瑞在对线上面 取到了斧刀上 冰线上的一指的压制 但缺点也比正常有狂图的那套出装 他在中后期 他在前排的一个成伤的能力 其实不如就传统的大虫子的一个出装 而且他的容错率相对低一些 就是现在这三家套没狂图 不给你这种打一波走位不胜 再去打第二波的机会了 你这样一旦被消耗到比较残 那正面一滴就只能撤退了嘛 不过这样的出装 我觉得如果找到机会还是很强的 那这波是把闪交了 闪交掉就代表 瑞接下来的这个闪现好的时间点里面 他有可能被TOP在拉着拉着的过程中 吃到一个沿途 然后大虫子倒下 只要大虫子一倒下 TOP这波是可以继续做追击 他是一个兵权EZ可以做后续的一个流人 这个位置野区 两边还是僵持在这个大龙口 TOP这边也是知道你瑞姿在下路 这个时间段反正在带线 那我赶紧趁着你回家的情况下 把这个视野给站下来 TOP现在也很聪明 两个法师打野跟中单都在出一个女妖 炎确是已经有了 发条应该是 女妖出来的时候 ETG的先手能力会越来越弱 对 尤其是现在布隆出水银的情况下 这个剑他可以随便把你接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版本来说 以先手辅助 大虫子最好的辅助搭档应该是Raw 但落在TOP的第一ban就给ban掉了 对 给了一个龙区的试验 大招想留这个牛 大虫子开阵也然后过来了 这波大招换大招了 大虫子这边只是劝退一下 他知道自己冲进来 那TOP会转火激活他 因为没有闪现的这个资讯 TOP是一定记饶的 看他这个大招也是非常的有声势 就感觉这个位置其实放大招也杀不掉 但他就是一定要把你大招也逼出来 那TOP现在这个阵容他选下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先手能力其实是很弱很弱的 他主要的还是一个四个核心的一个输出的一个阵容 后面让船长就用分担做一个牵扯 这是TOP阵容主要打的一个点 哎 发条这个位置落单了 进化赶紧解开第一次的一个减速交闪 现在就是正面这虫子只要找到你先手你就很难受 惩戒最后是熊熊把这个蓝Buff拿下来 发条没有双招 这波的信息对EDG来讲很重要 因为下路这个位置多多想找单杀了 不过莫云因为很靠近自己的二塔 SCOD在下路的一个分担压力给到TOP蛮大的哦 是 这边还想过来 你要是万一在比较靠近二塔的位置回程我还能断一下 这波塔要被点好多血 好像想偷大龙 这个位置蓝色视频照出来了 那知道对方的一个思路 看一下TOP这边怎么去做接下来的应对 SCOD现在的等级也不输给莫云的一个船长 瑞兹是有17级的一个全场最高等级 下路这个塔再这么带下去 要被SCOD自己的单带给推掉了 这段时间确实比较难受 就像齐德说的正面也没开团 然后EDG又不会很马的跟你去接这个团战 主要是现在发条没闪现了 如果发条有闪现 我们试想一个局面 就是颜鹊选择去下路帮忙 就是船长缓解内塔的压力的时候 正面的三个人集团在发条有大招有闪现的情况下 他阻止EDG四个人打大龙是比较有可能的 但他现在没有闪现 所以颜鹊其实是完全不敢离开TOP的四人集团 而且你不敢过去啊 发条没闪现 如果发条没闪现颜鹊走了 发条过去对面闪现开发条了 对 Meko的牛头的闪现二连是随时可以盯准这个发条的 对 不过从龙区的布控来看啊 EDG这一局的思路还是相对比较稳的 他们没有选择频繁的去Rush大龙来骗对面过来跟自己在龙区交战 但时间其实静止下来了 就现在的下一个对于两边的最重要的点就是 这个船长出了振奋铠架以后 他打不打得赢Scout的一个瑞兹 就这个问题是一个重点 如果他打得赢 那TOP就会拥有下一步他的一个进攻的一个反列点 如果瑞兹持续的压制船长 那EDG其实就是怎么拿这条大龙的时间问题而已 对 相对来讲现在 还是EDG在正面的一个优势吧 Scout的这个位置过去像单打水龙 这个水龙打完其实EDG挺舒服的 这个相当于变相一个 我感觉大虫子都不需要出狂徒了 对 就变相一个小狂徒 他可以选择上振奋了 上这个也不是振奋 上这个蓝盾 因为他虽然对方EDG不是暴击型ADC 但他还要吃船长的伤害 他在团战里面是必定要吃到桶子的伤害的 毕竟他是一个大虫子 还是选择把狂徒出出来 那三条水龙加上狂徒 现在大虫子的一个发育 对于TOP来说 因为两边其实前期都没有投资上单的一个针对 这也造成了两边的上单都是拥有 就是以十个英雄来说 都是后面游戏里面最影响到两边胜负的一个手 发桥的女妖应该还差最后的一点钱 合成费嘛 差点合成费 EDG这个位置已经慢慢的感觉到了 其实这样拖下去也不是特别的稳 所以现在瑞兹再一次来到了正面 可是现在感觉上玉米这把的发育 落后的比较多 因为现在四人的集团里面的分线 好像让他有一些兵线是被 EZ吃掉了 或者是被岩阙给吃掉了 对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分线 玉米是比较苦的 因为对面的中单可是单人一直在带一条线啊 打虫子 岩突又短了一寸 那大虫子这位置要小心啊 他现在散现好了 可以打得稍微激进一点 他顶上来排野 顶上来排野 还是因为发条也不在 EZ刮一个大招 消耗到了上野 发条这边也赶紧回家拿女妖 这波的女妖应该是钱已经够了 散现也快好了 EDG如果能在发条散现好之前把团开起来 那对EDG来说就很有利 中路破败 作了一下 感觉要放箭了 乌龙赶紧回身做一个保护性的大招 这个第四是没有踩到依瑞瑞尔的 小招找了一个机会 粘住之后破败 作到了减速 那这波EDG又聘了大龙 把对面的布隆大招打出来 然后把依瑞打残之后 EDG选择来到龙区 Mako绕在一个侧面 这波是假打龙 真开团 Mako在侧面 蓝色水平照的是比较保守的口子 延续一个大招进去 发现了对方打团的意图 Mako要来了 这个位置瑞兹取静折月 先点回去一个布隆 布隆是没打招的 那这个位置 侧面的瑞兹落地之后没有打到人 布隆先被秒掉 侧面的瑞兹被瑞兹给单挑交闪 躲掉了一只神剑之后 球球这边还在跑 第一时间瑞兹闪现上来 死了死了死了 温死吧 打得好呀 EDG终于是在龙区做了一波比较聪明的决策 就是先让牛头绕在后面 然后假装开龙 等你过来我再开团 是 这个大龙应该 Top是觉得没有机会去阻止了 因为毕竟正面还有一个大虫子 虽然船长也到了一个正面 在堂上面放了一个桶子 炸下去 常常是抢 八条大招也给下去 但Sklylove也还有血量 这位EDG后续想要留 Top是反向逃脱 船长尖叫一个闪线 被符文禁骨给禁骨住 傻似的扑出来 但是墨鱼被沉默了 这个位置没有办法继续的挣扎 被瑞平A利用一技能给收下 Skull的TP还想留 这位置还想留 TP过来碰到一个玉米 在玉米的逃跑路线上 诶 这有一个灯下黑的岩雀 岩雀应该是回去了 但是玉米就没那么幸运了 玉米这个位置被长大发现之后 球果往上走 隔墙有个开车的大虫子 玉米这位置在角落瑟瑟发抖 三个人围着一个发掉 发掉肯定走不掉了 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位置不可能交闪线的呀 这位置刚才怎么闪 这个闪了也是到对方的内塔下 往右边线要闪 再送个闪线 这我真的是EDG在策略上 一个比较大的领线 你看Mako这个位置 主要Mako的位置 Top完全没有预料到 而且Mako也很聪明 看到两个女要面纱 她这一波就是 我只要稳定地击杀掉布隆就可以了 把Kate推到了瑞的眼前 然后直接成为瑞的一个大虫子的一个食物 而另外一边球球落单的情况下 被韩冰的大招以及Scott 这个漂亮的闪线 因为如果有减速到 那球球还有机会继续拉打 但是因为这个兵权最后没有打到 十二层的盛宴 这四个人头 有三个人头应该都是布隆 对 十二层的盛宴 加上一个钢铁合系 瑞这把是化身哥斯拉了 6300滴血 嗯 其实在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啊 瑞的发挥是有一些这个失误的 但是这场比赛我确实也看到了 在对线期到团战期 其实瑞的发挥是很出色的这场比赛 就EDG这把怎么赢的 EDG在之前比赛犯了错 这把没有出现 我们待会可以在后面的游戏里面继续来说 当然就还没有赢嘛 但局势啊 现在局势变成这样 TOP就有点难打了 对 因为现在这个大虫子 左边处理不了 额 桶子没炸到 左边真的处理不了 因为单代线上的 现在我已经可以让大虫子 回来跟你船长这条线币 对 因为他狂图了 所以无所谓 狂图加三水龙 这是最重要的 你想六千多点血 船长的桶子一发炸 我们算他六百滴血好吧 他要炸几发 这个大虫子会死 要炸十个桶子 但这十个桶子中间 这个狂图的血量 就代表墨鱼的消耗是 已经没办法阻止瑞来平A你的塔 你都说多了 他一桶也就炸五百多 我就说如果我们算他六百 六百点血 对 根本就没有六百 这虫子现在是个爸爸呀 这虫子现在是boss 开阵容量要上了 你敢信 这位置直接开阵容量要上了 已经 他待会出了石像鬼石板甲 他的大招 可以对英雄造成一个将近 很野怪一千点的真实伤害 对 我觉得这把 他出石像鬼石板甲 都是因为 确实比较稳 TOP可惜了 TOP就是那条男爵 没有抓到Mako 左边蓝buff 那个蹲草的一个位置 还是说 其实连锁反应 是小招把布隆大招打出来了 对 如果那波布隆有大招 不敢这么开的 就是因为布隆没大 然后EZ的状态 因为胡远昭那一波打的 又不是特别好 所以才敢去做这个决策 破坏捉一下 易到脸上 被沉没了 这位置回身大虫子 反而在追你 还有四千年线 想看大虫子 没突回来 大虫子这位置太肉了 大虫子的大招 伤害很高 这一波是踏跑的一个机会 把他拉到胡远昭了 把他拉到胡远昭了 艾西被打出了 大一波大的特效 踏步这边还想追 厂长看自己的厂长 打了很多伤害 牛头倒了 打了厂长一个闪现 厂长一个 Q了厂长三分之二的血下去 三分之一的血下去 厂长这边还剩下一点点血 还在追 厂长这个位置 回身面对大虫子 大虫子这边 把厂长做解围了 哇 这一波厂长是打了好多伤害 一键 一出来 有取静折越 那他船长刺起来 感觉这个人又要被吃了 有闪现 K的有闪现 赶紧是闪到F6的坑里面 这波两边拉开 最终是 死掉了Mako的一个牛头 没有闪现的一个牛头 大招尝试刮一下 这一波你可以感觉到 船长在 只要top的阵型 让船长来到的正面 他们对于后排 他们杀不了这个大虫子 但是他可以杀得了EDG的后排 对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 这波EDG 其实中路没有必要 去做这样危险的举动 是 他们继续分推 对吧 我觉得top就无法阻止了 但是他们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冒险的举动 就是让虫子 在正面带着队友凶 这波没有伤到高地 那top的胜率是要拉回来的 因为 现在就等玉米的一手 下一件装备 他应该是要出法穿 法穿 那比较可惜的是 这把他没有出到帽子 没有帽子的一个发条 他的爆发还是比较不够 因为如果刚刚是有帽子的发条 iBoy吃到那个大招加W 可能iBoy就直接没了 对 是的 刚才iBoy也是身上有大影魔刀嘛 相对也比较防这一手 一上去破败作一下 现在反而是Meko成为了 首当其冲的目标 屡屡被对面进行一个先手和消耗 两边都想插辅助 这很正常 因为这场C的一个发育都非常好 第一次没刺到 球球这局因为没双女神 所以这个时间段的混伤是比较低的 那就不太指望他打大虫子了 说实话 他能打得动 但是打不死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开着虫子回血 每秒249 就感觉好像是一个萌多 对 开大的萌多那种感觉啊 他的血量太多了 6330滴血 现在六神了 这位船长想炸个桶 二连桶炸到虫子 虫子掉了一层皮 QG都大 有点想动这个虫子 封路把炎圈 把狐血招封在了后面 虫子这边看见 一位石板架推在桶子 只炸到了一个牛桶 船长达得不错 但是布隆直接被虫子给吃掉了 还想拉打 还想杀Meko Meko血量很低 交闪死亡闪现 又是兑换了辅助 两边的辅助这局命也很苦 是好像被 上车送大虫子 一箭被水银解开 大虫子将闪现 打出两个闪现 眼圈闪到后面之后 发调的位置就很危险 被虫子黏住了 大招拉 拉了三个人 但是没有人跟伤害 韩冰现在状态还很好 熊熊现在蓝号已经不够了 拉掉了 这波应该是都要拉掉了 这波已经打了 一分钟左右的一个团战了 两边互相出招 但最终死亡的 还是两队比较可怜的辅助 哎 这位置 这波有机会打永古巨龙吗 很差 但瑞兹是有TP的 而且这位置瑞兹现在速度是有点快的 但大虫子在这里啊 打得挺快的 但打得挺快的 你别说这波是有点机会的 大虫子好像没大招 没大招 这波有机会 开架他们能不能拿下来 大虫子进来 被延绝稳稳地逞掉 正面想开团 一个人先上去 延绝这个位置有闪现的 再拖一拖 船长没闪现啊 船长没闪现怎么慢 墨鱼这位置心说 兄弟你们卖我吧 我上不来啊 真的上不来 墨鱼最后是成为了瑞 下一口又堆叠到了一层的一个大招 但我们想一下 这个远绝巨龙的意义是 阻止EDG结束游戏 阻止EDG刷龙会 同时为自己 在接下来的 下一条远绝巨龙刷新的时候 但EDG要直奔大龙了呀 第二条的男爵 这大龙稳放了呀 这大龙 EZ关大招试一下吧 熊熊没大招 EZ关他要试一下 只有这个思路 只有这个思路 来精准弹幕 走 龙血精准弹幕 走 还刮了魔兵 刮了魔兵 刮了魔兵 刮完好像两三百啊 但是他前面刮了魔兵 因为这波大龙是没大招的 对 他刚吃了一口墨鱼 每一个目标10%嘛 这EZ大招其实也没打到满伤害 这场输了就怪那个小兵了 为什么刚好走在那个位置 那你要这么说 这场输了怪自己没出吃天使 对吧 如果出吃天使 那他伤害就高很多 多个200点是没问题的 对啊 AP的嘛 但是 主要这个大虫子 是EZG现在团战 因为 如果这把大虫子 没有这么的肥 这么早到达六神 他现在已经是六神 开始卖火甲 再换蓝盾了 就前面为了推线 对吧 出了火甲 已经是有钱换装备了 7-0的瑞 我的规规 这个瑞现在 确实很恐怖啊 因为整个团战打起来 你会感觉 他们这边的伤害面 明显比EZG高得多 但是 但是就这个大虫子 杀不了 就是大虫子 一个人的六千血 顶 套路这边大概 四个人的血量吧 现在 这头好像不止六千血了 我往来看 六千五百了应该 刚刚是六千三嘛 他又吃了一口 他还换了 换了蓝盾 蓝盾那个血加的比 比那个烧甲要多一点点 而且他 可以磕药 他可以继续磕变大药集 是 他现在已经跟防御塔一样大了 哎呦 这虫子一二三四五 数不太过来了已经 六千六百四十血 是 开个石像鬼十万甲 破七千 破七千 现在EZ也六神了 但EZ这个六神的伤害不足一 还是要 pop最大最大的翻盘点 也在于 八条的帽子 最后一件装备 八条跟 船长的AOE吧 就只能是这么说 现在这个翻盘点 而且这段时间 因为有龙雪嘛 所以不太会推 要等这个龙雪结束 一堆EZ上去 虫子顶在正面 龙雪封路 这位置是封对方推基地的 也不是个进攻封路 但没有把Ray给抬回来 Ray这波是没有散的 Top有点可惜 抬回来的话 还有机会先把大同志打残 把ETG给劝退 甚至急杀掉了一波 大同志 Top就是一波反推的节奏 对 现在场上的平衡 也确实是 因为这个虫子吧 而让Top这边 不太敢正面去主动打了 是 但你可以感觉到 现在也是六层的一个墨宇 瑞兹不太能 像刚刚那样去欺负他了 对 因为现在 哎 开车 这位置开车是开了个空车 下退了 那这样的话 利用一波空车技 成功的把中路的高铁塔拿下来 而且这波 Top是不敢往外追的 瑞兹下路打了 他把墨宇打残 打到半血 一个意境能躲到大虫子 第一次 两路在骑推 沿途再次空掉 这是唯一的一个 比较有保障的先手 那这样的话 中路水仙先被推掉 Top现在两路被破的情况下 EDG选择率先回撤 主要下路这波被打残了 而且确实唯一先手 是 沿阙的一个 沿途嘛 基本上 Top的先手是什么 是船长的大招 船长大招跟沿途啊 对 你想不到别的先手 风路船长大招 中路那一波 是Top这个 反打型阵容的一个诠释 可是玉米这个帽子 我感觉还挺久的吧 他这个帽子 要是能等到 固然我觉得 Top正面还是挺 挺能打的 主要现在瑞兹也太肥了 752 身上好像没大棒 没大棒 一个控制守卫 这帽子还差三千块钱才能买 现在 玉米很希望有一个环倍 这三千块钱 你借下一场的都借不过来啊 感觉 就是我下一把 负三千开局 行不行 这把先借我个三千 那我感觉你下一场 负三千开局 下一场就很难打了 这已经不叫未来市场了 对吧 这已经是未来高利贷了 找一场自己领先很多的比赛 去借三千 最后一路再做推进了 这波其实对于Top来讲 就必须要开了 这波是不得不开的一波团 不开破三路 对面的阵容基本就没了 两边的技能都很全 都很全 一击球球的一个闪现是马上好 现在就是Top这边 没有poke的空间了 因为虫子一定会顶在最前面 帮所有人吃技能的 所以这团开起来 大家都是满血 对Top来讲也不是很有力 Top眼里是兵线 他现在就是撑住这波兵线 因为刚刚自己拿命 拿船长的命 去换来一条远古巨龙 没有给EZG双龙会结束游戏 他们把游戏时长 已经拉到了46分钟了 现在倒计时版 大龙跟远古龙都还没有出来 这个发条点没点风暴巨集 也很关键 其实这发条要是点了风暴巨集 还有点意思啊 这把发条跟EZG都有可能点 都没点没点没点 导播跟我说了没有点 那等于是点了焦卓吧 被减速了 过来红buff加艾希的被动 黏了一下赶紧交易 两个AD有点 两个AD加上船长有点 等于就只有这三个人点了 又是开车送送过来了 送过来赵姓一个大招 直接破了对面大量的女儿面 杀了之前两个人 这位置Top必须要开了呀 不然裸破三路的局势就很难打 那船长大招放的一只偏清兵了 想上去开大招被隔到了右边 一个二三的分割 但是正面还是没有人能够把团开起来 而小招这个时候在投水晶了 桶子被小招中够点掉 大招那个第一次没有撤到发条 水晶马上要掉一键冰钟 正面将闪现过来也绝绝被秒了 那比赛应该是要结束了 没了这波发条也站不住 正面布隆被流出 墨鱼想退前队前队前队手球球站着 还在后方拉了一个大招 但是墨鱼又被沉没了 这把大虫子反而让EZG推高地的时候 我们感觉Top是在推EZG的高地啊 这个大虫子真的是仿佛成为了EZG的一座防御塔 那最终我们应该是恭喜EZG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非常的精彩的一波龙区的配合 通过一波大龙区的侧影吧 我觉得那波龙区其实 把这个龙区这波团战去放大 它就是整个比赛EZG赢游戏的一个缩影 就是每个人的发挥其实都比较在线上这局 你看先说的是胡显招打残了布隆 打残了EZ打出了布隆大招 然后是Mako的绕后 瑞跟Scott正面上前 然后厂长跟着Scott开车一起过来 就是那一波的缩影其实扩大起来 我觉得就是EZG这一局的状态 跟这一局的方针都比较正确 当然对于Top来讲其实是蛮可惜的 因为在中期一度我们认为 Top已经把一个比较艰难的前期局势给拖住了 最关键的是二十几分钟那段时间 Top是把船长前面的劣势给拉回来一些 对 然后让经济的一个曲线是拉回到一个接近是 没有差距的一个点上面 后面跟EZG一直在咬 咬到三十几分钟 EZG终于找到一波 但这一场比赛 我先说EZG做得好的地方 EZG做得好的地方是解决了我们在赛程 一直说EZG五连败的一个主要言语 就中期EZG不满了 这可能是场长上场带来的一个效应 因为真的要说发挥 HARA这个赛季的发挥绝对不逊于场长 这是勇目共睹的 但是场长上来以后你发现EZG打的就是 他稳稳地在获取人头 前面杀谁都在杀这个布隆 MECO那波落后他看到两个C 他也没有去想说玩一个骚操作 比如说我先QPO女啊W顶C 他就是把布隆顶回来然后杀这个布隆 但是我们说回来 其实这场瑞打的是真的好 这个没得说 这场瑞应该超神了吧 他最后把颜鹊闪眼吃了应该超神了 瑞的话题我想这么说 就说EZG尝试了几场的 让瑞拿分带的英雄 但这一场他们以现在的选手事情 我没有说定调选手的天花板 而是说以现在的选手事情 对EZG来说去处理分带的人 可能让多多去处理会来的更好 就他们真的这把我们终于提到这话题 挺聪明的就是瑞有个虫子 虫子有优势 我跟正面 我让Scout去担带 Scout担带给的压制力又足 然后支援又快 又能够单线把玻璃塔推掉 对吧 担带对于Scout来讲 我觉得确实在这一局的发挥来讲 比瑞前两天做得好 因为瑞前两天的担带 我们也看到了效果没有那么的出色 其实两场比赛都出现了 在担带点上 EZG去抓分带的点 然后造成掉大楼的局面 就那天 其实那场跟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忘了EZG打谁了 他玩杰斯的嘛 就是他在下路带 对面三个人已经明显要回来去抓瑞了 然后瑞还是跑了 瑞没有把那个水晶硬点掉 而直接回头被击杀了嘛 但这场你看 来到正面之后 瑞打的就非常的出色 802的数据 也是本赛季的第一次MVP 我相信这对于这名选手来讲 是一份非常大的鼓励 也是一个信心的提升 就对EDG整队来说 现在他每一个队员的点上面 都要让他们找回自信 这一局大同志真的是 我一度觉得Top要找回场子 要开始发力他们的一个阵容 但是你定神 一看到瑞的一个巴育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左边真的有点绝望 因为打不动 就是打不动这个大同志 对 刚才也是看到数据上 45左右的乘伤 24左右的伤害战略 是 这对于一个科加斯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豪华的数据了 就有一有一种 有一句话 尤其是孔老夫子那时候说的 因材施教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EDG他选择了 而个人能力上面 单代能力上面来说 让多多去做 而大同志瑞来到了正面 然后去成为了一个EDG 在处理大龙局上面 一个尖炉磐石的一个稳定点 而这一局对上Top 这局是Top犯的失误不多 你如果回去想他有犯失误 但是Top现在的一个实力 绝对是LPL的一个中上游 他这局其实 他的阵容被找到的机会 就是的问题点 就在于说他处理不了大城 而且咱们说回来 我是觉得 在面对EDG的时候 其实Top今天选的这套阵容 还是有点慢 还是有点真的有点慢 而且这套阵容 牺牲了他们最优势的一点 就是KAT的一个开团 咱们看到了 厂军开团 KAT其实比MACO高了快一倍呢 是 但是这局为什么咱们 选人一直说拿派克 因为派克能带节奏 但布隆这个英雄 讲道理 能带节奏的能力是很低的 他的双人组选的 但这个双人组 我刚刚在思考的一个点 就是管哥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双人组这一局 球猫没有带出那种 就是最近以来 Top赢下来的中期节奏点 但点在于 你面对一个寒冰牛头 当莫甘娜以及BAN BAN掉塔姆 你自己BAN掉的情况下 这个双人组合 是有机会被EDG的 就可能还是觉得打线 塔容易掉吧 就还是觉得塔容易掉 你选维鲁斯配布隆也好 选卢西安配布隆 这都是跟对面硬钢 你钢里有可能下路穿线的结果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变成是Top在最后的这一手 是因为BP上让球猫变成 最后只能选一个野队的发育 就是三线发育的一个结果 其实这一把熊熊也无形的 被这三线发育的一个阵容 加上场长前期的野区的一个针对 让熊熊的一个节奏 也没有像他最近表现得那么好 对 总而言之这场 我觉得两边 在整体的竞技水平上都很高 但是确实EDG在决策上 在发挥上要更出色 而且解决了很多 我们在之前几周看到 他们出现的一些问题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越来越期待就是双方的第二局 对 而且第二局的知识已经给到了 第一场其实是EDG的优先选边权 选择了红色方 第二把是Top的优先选边权 选择蓝色方 所以两边维持蓝红 那EDG会不会在第二场 继续选择一二楼直接抢瑞兹 加韩冰的这种双系组合 BP又有什么的变化 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 但是我们要稍息休息 精彩的比赛 马上回来